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大着肚子来的 当然跟我们没有关系 大着肚子来 但是现在孩子已经 马上就六岁了 就是六周年纪念你们的 所以你看六周年了 不过李京没有什么变化 谢谢 是吗 有多个孩子这是变化 但是李京的变化是你看不出来的 他在三连做的是口述历史的那种访问 所以你知道我觉得对他的内在 他有很多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是吗 比如说 咒文越来越多 对 咒文多了 内涵就丰富了 今天李京带回来 人家一个杂志记者 能够给我们的一个奉献 我说咱们老是聊天 也不一定有意思 今天来一个看图说话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到美国 到美国 我今年三月份有一个机会 去美国叫国家档案馆 然后那里面有一个大量的 就是朝鲜战争的一些档案资料 其实就是并不是说他们是新公布的或者怎么样 他们一直存在那儿 但是这些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他们在那儿 所以有一些偶然的一些机会 就是有一些国内有一些人知道了 然后他们开始在慢慢的做一些比较大的工作 准备把他们给慢慢的复制到中国来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真的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工程 因为里面到那边现在就是初步统计 光丽里面的那个就是影像资料大概有六万张 各种各样的 所以我到那边去看了几天之后 我都是非常是震惊 每一个事无巨细 但是他档案馆他只是一个保存的功能 他并不给你做各种样的女主观的去分类 所以说这个是什么样那个是什么样 他只是按时间 就说哪一天哪一个部队拍的 但是那个量之大你从那里面 就是体现出来各种各样的那种主题 特别他都公开是吗 完全是公开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公开的 一直他是这样的 那档案馆是一直存在 但是呢比如说过一段时间 他是觉得哪一批资料可以解密了 他就送到这个档案馆 所以他还是有一段时间是保密的 他只是说这一批 比如说这一批关于哪某方面的 是解密了 解密就可以送过去 然后下一批可能又可以解密一批 又送到那里去 他是这样的 就是近年来开始被中国人注意的 因为这是跟中国有关系 对 所以说是些什么样的照片呢 我觉得也就是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反而我们可以看这些照片 这要是在过去所谓的一个什么年代 比如说志愿军战俘的照片 能这么随便看吗 对吧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不一样了吗 所以你可以看看第一组 这个就是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个现场 然后他其实我再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他们呢 这个是一个放 这是联合国叫联合国情报档案 你就可以任何人去可以调 你知道这让我很惊讶 再看 这是当年的朝鲜战争的那个战争的地图 你军事地图看到没有 他各种各样的标记 再看 这个是你看这联合国指挥部的一个机密档案 先都解密了 再看 这个是每张照片后面 他有很详细的说明 告诉这是时间地点哪一支部队 这还没看着人呢 就看见哪了 我这是先介绍一下 再看第二组 我看我到现在没看着 我真感兴趣的呢 来我们再看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战争场面了 这个上面的解说应该是就是说 因为我也不太懂军事 它是写的叫M46坦克镇 准备要进攻 坦克一圈嘛 对 说准备马上要跟中国 这个吧我刚开始看 我以为是进行海葬呢 实际上他的解说是什么 一个伤员运到了这叫船上医院 我这组照片呢 我是想说明就是美国 我们看那个照片体现出来 这个美国打的确实是一场现代化战争 是吗 他各个这个补给啊 这种装备 朝鲜 就是朝鲜战争就已经很现代化了 你再看下边 当然 这个是战地的一个这个宗教活动 再往下看 这个是那个手是我的手 这个呢我是想说什么 就是他们截获了一个中国的电台 然后他们情报也做得非常细 他把每一个部位 他都下面有一个很详细的解说 告诉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功用 对 再往下看 这个就是这个照片后面的解说 告诉你第一个在中文里叫什么 它的功用是什么 你看他们的这种情报工作 对 你再看下面 这个是我翻拍的 所以有点反光 这个写的是中国的小型武器 这都是他们在战场截获的 你看 再看 这个也是中国的小型武器 这个是一组 对 再看 这个就是卫军了 这个咱们都知道 他们 这个是孟禄 对 孟禄当是劳军嘛 对 看下面 你到我了 孟禄在这 希望是 这我还 我觉得我还得看看 刚才我看到的怎么都没看到 就光看见美国兵了 中国兵呢 中国兵 那往后面还是有 这张照片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张其实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人 但大家都认不出来 最右边的那个 你知道那是谁吗 谁啊 看不出来吗 那是里根 这张照片是摆拍吗 还是什么 这张实际上是一张剧照 他是 里根当时是在好莱坞拍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是关于韩战的 他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 我就觉得那时候 比如说 但这个为什么收在档案馆呢 这跟档案馆 档案馆里 他们有各种各样 就有一些出版的资料 就关于韩战的这种系列 他们会出各样的 美国人拍的电影 对 我们再看看下面 这个 这个就是志愿军战俘 你看穿上的那个棉袄 你看他那个棉袄 就是志愿军的那种衣服 中间 对 这个被包围的 这个是志愿军的战俘 这个呢 因为他冒上冒灰 好像又跟志愿军 我这个没太看清楚 反正也是就被俘虏的 不清楚是朝鲜部队 对 还是咱们的 对 我觉得装束有点像 这个呢 是说是美国的一个记者 他是叫什么星期六 什么晚报是叫什么 他是去采访 这个战俘营里的 这种中国战俘 中国战俘 这个 对 你稍微看上面还有一个写的是 就是秘密 当时是 对 当时是还不让发的 就刚才徐老师问说 是不是一只秘密 他们是分批的 比如他认为这张照片 可能比如说有什么 涉及到什么秘密 他们现在暂不让发 他上面会盖一个 然后后来给划掉 说这个可以公开 他每张照片都有痕迹 对 这也很有意思 这也会 所以我就说 我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 咱们也是文明的脚步 一步步在文明 其实到今天 中国自己 你也应该能够承认了 就是说 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 有些战俘 特别是有的做过战俘 后来回国的这个人 后来遭受的一些待遇 对他们是不公正的 不公平的 对 你看那个时候 徐老师应该熟 那感觉俘虏是耻辱 但是你看今天咱们知道了 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价值观 是什么 他俘虏 他也是在为国作战的 就是当年的一些志愿军战俘 我认为他在国内 后来受到的待遇 真的是 不公平 不公平 不人道 这个不人权的 我采访过一个老先生 他特别有意思 他是清华大学的 然后就正好是在那个年代里受影响 他就是报名参军了 然后他正好又在那个部队里 被调到了朝鲜战争前线 结果去了两个月不到 就成了战俘 然后因为他清华毕业呢 他英语很好 就被人家美国人发现了 就让他当了志愿军战俘的翻译 他当时就说 刚开始就觉得 这个咱们受的教育是什么 就适可杀不可辱 我怎么能活下来呢 这是一种耻辱啊 然后他说 然后他那个就是 负责管理他的那个士兵 就对他特别好 给他带到自己的 就美军的那种食堂去吃饭 然后告诉他 你不要感觉到耻辱 我们都是为国家而战 这不是你的过错 然后他说这一下子好 就让他豁然开朗 他就不觉得 他就是价值观 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他给我讲 这个印象还挺深的 还真的是 徐老师怎么呆了 对啊 我就在想 在这样的处境下 这真是很严酷的事情 真是很严酷的事情 就是说 你是坚持哪一个呢 就是坚持哪一个呢 他讲的那个翻译的事情 我就想起 我曾经研究过的 余大夫当初也是这样 他逃到南洋 被日本人发 逃到南洋 被日本人发现 他会讲很好的日文 那结果日本人就 开始不知道他是作家 因为他是一个造胡子 他做生意的 就要他来做翻译 结果他就做了翻译了 他做翻译期间 他帮了地下党很多事情 这个我是直接进手 胡语之后来 任大副委员长都跟我讲 当初的地下党 很多靠他帮助 可是自己 约大夫自己 他跟王任书 后来做中国驻印尼的首任大使的 这个都是地下党 他跟王任书 他说 约大夫说 我将来怎么办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说我现在 我要回去 蒋介石就说我是汉奸 他根本还没想到共产党 蒋介石就说我是汉奸 因为你在帮日本宪兵队做翻译 这就是汉奸 但是呢 我又在帮着这么多的人 我该怎么活下去呢 就是说我看这一段 我刚才你讲那个翻译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们 射程处理人到这个地步 尤其他是一个文化人 就是该怎么会 他说我现在最怕的一条 就是晚上说梦话 他说 最怕梦话会泄露他的心情 泄露他的整个状态 被谁听见 被日本人听见 他在宪兵队里 他怕说梦话 打倒日本人 不是打倒什么东西 就是不管你说什么 可能他平常 他讲的那些都是 日军翻译 你想象那个形象 这是一个潇洒文人 这件事情后来 很多人都不原谅 一直到52年 富阳献给他叫烈士 可是全国的级别 一直没有成他烈士 后来玉达夫是被 也是被日本献兵杀的 对 这个也是很晚很晚 才搞清楚的 另外一派的 包括我认识地位很高的文人 干部都说他可能是被印尼的地下游击队杀掉的 当罕奸杀 因为印尼的一些他们会 到后来要查他被他杀掉就是什么 如果他是被印尼游击队杀掉 他就是罕奸了 如果是被县兵队杀掉 我们还可以说他是烈士 所以就等于是你仔细在想 就算被游击队杀掉 他也可以是冤枉的 我们来看照片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接着来看看李静带来的 这个是他就是说战争当中的 这是当时叫韩国的议会大厦 国会大厦 这门口挺特别的 在看 这一组呢 这个呢 其实有很多章 但是我没有挑比较触目惊心的 我挑一个远景 实际上像咱们说像万人坑一样 它实际上很多人被杀埋在那里面 然后周围人在看 他就说平民的屠杀 就是战争 是谁屠杀谁啊 因为这是美国士兵照的 所以这实际上是就说 可能是比如说北朝鲜和南朝鲜 他们之间当时他叫互相杀 对 但是这个是在南朝鲜发现的一个 就等于是朝鲜平民或者韩国 对反正是平民被杀的 对 再看下边 这一张也比较有意思 这一张呢 实际上是就是说 他们是被自己的炮火给爆炸 给叫什么受伤了 烧伤了 这是哪一方的 这是韩国人 南朝鲜人 南朝鲜 然后呢 他这个照片呢 我后面的信息没有扫 他后面就说暂时不适于发表 你知道吗 他可能也怕影响 这个形象 所以他这后面也挺有意思的 再看 这个是当时汉城的流浪儿 说明战争就是对这个平民的这种伤害 对 来 这个是搜查一个村庄 你看那个那些人都抱着头 美军 对 老百姓 对 这揭露美军暴行了 再看下边 这个是寻找他们亲人 就是在那个外人坑里面 都可能自己被杀 对 你看那老奶奶那个神情 我都觉得都是挺让人心碎的 还有什么照片呢 还有的是比较特别的 我们再看看 看个那组 对 这组比较特别 这一组呢 是我在这个 刚才那个是叫 在党案馆里 它是叫影像资料 对 这一部分呢 是我在 它有个文字馆 这是我在文字馆里发现的 这全是战俘的名单 画名册 怎么还写着战士吗 那是 对 就是写你的身份 是战士还是最大的 中文的吗 对啊 中文 所以我想也是战俘给他们做的登记 你知道我看了这张 我心里当时挺酸的 因为我想这些孩子 我们现在觉得志愿军 那都是比我们大好多 都该喊什么叔叔爷爷之位 但你现在反过来想 他们可能就是十八九岁的孩子 就是小伙子 对 你看这个名单 画名册 这个也是当时的战俘 当时是秘密资料 再看 这个比较有意思 就是呢 他们里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档案 叫那个战俘的口供记录 很多战俘 他在里面就是他审讯记录 他们就是美国 我就说这也讲到美国人的这个战争 现代化 各个体现各个方面 他这里面呢 你看他这个口供 然后他讲他是哪一个部队的 然后他那个部队是怎么调动的 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 他比如说他是几月几号 那个部队从湖北 比如说坐火车坐到沈阳 再从沈阳坐到丹东 怎么进来的 然后部队番号是什么 对对对 然后那个部队 比如说还有一张是 朱德的代号是多少 毛泽东的代号是多少 全都供出来了 这很有意思 对对对 他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口供特别详细 比如说他的那个 哪一个部队 他守的是守备的那个防御是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我看的 他就说每一个 我也是觉得就是美国人 这个说明口供他做的很系统 很详细 他就问你每天的那个装备 带的口粮有多少 然后我那个单词我还不认识 会一查叫小米 有一个单词是小米 每人带几公斤的小米 然后你子弹是多少发 很详细 所以我就后来想起这个朝鲜战争 那时候比较有名的 就是后来李奇卫去了 就是说他发现支援军叫他们他们命名叫七天攻势 十天 对你就能打七天 我后来想这也不是李奇卫发现 这也是我们这个从支援军这个口供里得到的情报 他们可能分析觉得这个比较可靠 这个细节 对对 就是你这个什么叫七天攻势吗 就是一开始啊 这个仗刚打起来啊 美军就是经历了一阵惊慌失措 因为一下子就被包围 就说这个支援军太厉害了 这家神兵天将一下就把他包围了 一下就把他包围了 他们就跑啊 不是一开始就吓得一路往跑吗 可是后来他们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每到七天的时候 支援军的攻势就减弱 枪声就变得稀疏 为什么 后来他们发现身上背的一袋那个炒面 哪像美军有那个补给 完全就一袋炒面 他们在大陆上机械化部队 在跑啊 在逃啊 这个支援军在两边的这个山上啊 就是奔走如飞啊 在冲着打追 这还追赶 但是呢身上背的这个这个这个炒面 七天吃完 就得回去了 就得回去 而且呢 到后来美军发现 被包围也不要怕 他发现呢 只要把坦克炮口一对外 他们没有重武器 所以你可以跟他僵持很久 他实际上没法吃掉你 所以你看这就是 所以你就讲他这个军队 当时已经是这么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军队 你也从另一个方面可以了解 当时志愿军这个仗 打得多艰难 对 打的是多么不容易 因为之前呢 之所以能打得这么顺的 就像后来越南跟中国打 因为之前打了很多年 有一个战争的惯性 但是一个大区别是 之前解放军打国民党的军队呢 只一路打过去 当地的老百姓一支持 军粮就上来 所以解放军打仗 不存在一个后背不底线的问题 但你出国作战去 结果一到了朝鲜一打仗呢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彭德外回来后来一直在讲 而且当时 该停了 他十月份进去之后 朝鲜其实气候已经特别冷了 都是山地嘛 衣服也不错 他说很多从 对南方调来的部队 当时都来不及换冬天衣服 说很多咱们其实伤 就是说很多伤亡 是因为冻伤的冻死的 冻死的 对对 他就是战争上的那个本身 就是比如说因为 作战牺牲的人 和那个因为冻伤的那个人 可能一个数目都差不多 就是在你想在雪地里 在山里埋伏一晚上 第二天往下冲的时候 起来可能只有一半人 一半人就永远都趴在那 所以真的是很惨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还有什么发现跟我们聊聊 我其实就是除了照片本身 他提供的信息之外 我感受特别深的 就是说我不知道徐老师 比如说你们在香港的 这种研究机构 或者公共服务机构 他的这种公共服务意识 我在美国感受特别深的 他真的就是说这是我 纳税人花钱建的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他那种服务意识特别好 你到那里面 我觉得在中国有时候地方 你查什么东西 你都觉得你都心惊胆战的 千万别得罪他了 你到那儿 你无论你是外国人还是美国人 你只要有一个合法的一个ID 你就可以进去看 任何对外国人 对中国人 对美国本土人都是公开的 然后我们进到那个影像 他因为他要保存资料 每天要发你一副白手套 然后我们就开玩笑 说这个白手套在中国 每天都在收你一笔钱 它完全是免费的 但是你离开的时候 你就要放在那儿 它给你洗好了回收 第二天你再可以再带一副 干净的白手套 然后免费复印 免费打印 然后给你提供各种的 比如说你想翻拍 它有一个架子 你把相机架在那儿 你这样就是不会拍虚 然后我就觉得这种 你就可以在这儿 趾高气扬的 心安理得的 我跟你索要任何的资料 我就想查这个 你就帮我查就行了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这种 比如说档案馆里头的这种 区别太大了 那个张东勋 张东勋他以前是名盟的一个高层 副作义和平解放投降的时候 他是牵线的 所以他曾经是跟几个人 到西百坡见毛泽东的 那49年以后 他是作为叛国罪判的 那个叛国罪原因就是 他跟美国人什么有接触 通过香港人有接触 那么当初就 这件事情是共和国的横子 戴琴写过一本书 对戴琴写过一本书 但现在杨奎松的一本书 更加研究的 就是用了美国的档案 因为原来是两种 一种是中国的官方对他的指控 一种是戴琴 他们后来知识分子同情 说是这个共产党迫害知识分子的一个开端 但现在杨奎松他就找出 美国的这些档案证明 他原来跟美国讲的那些话 是比原来共产党知道的更多的 而且他是讲过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构成叛国呢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比方说他提供的这些数据 是不是国家机密呢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有很多这类的事情 就是他们的材料都公布了 他们都公布了 而我们这边呢 还是 他们做研究也有 他里边有很多中国的档案 但那个中国的档案呢 就没出处 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这个怎么办 他会有 什么群众大字报的 一个汇报 或者是什么 我说后面就没有出处 他美国都有多少号 多少号什么在管 他说 他们学术界有一个行规 凡牵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中共党史研究 可以不住出处 只要你有本领拿到这个档案 住偏名就够 就成功了是吧 就有学术性 所以五一年群众批判的大字报 还有领导的指示 都可以作为史料 还有什么什么 磅磅磅的检查 什么 全都可以用 这个档案在无凸凸 他们无凸凸 但是他们都能弄到 我后来又去那个洪福 看那个讲究史